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眸历史瞬间在线经典传奇 探究军情内幕 揭秘背后故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周的军情时间到 我是王岩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历史上的这周都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 在1865年的4月9号 美国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 率残部2.8万人 向联邦军投降 北方胜利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 南北战争结束 1938年4月6号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 歼灭日军精锐部队2万多人 取得了震动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在1939年的4月7号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 入侵阿尔巴尼亚 并在10号占领了整个王国 阿尔巴尼亚国王逃往海外 1989年4月7号 苏联共青团员号核潜艇 自远洋返航途中 在挪威北部公海海域发生电线短路起火 于17时15分沉默 全体艇员69人跳海逃生 27人生还 1996年4月8号 黎巴嫩南部平民被以色列地雷炸伤 引发两国为期10天的严重军事冲突 造成近200名平民死亡 50多万黎巴嫩人沦为难民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角是 高空无人侦察机 我们都知道在飞机诞生以后 最早投入战场执行的任务 就是进行空中侦察 因此侦察机也是军用飞机大家族中 历史最长的机种 1963年4月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 这架被击落的美国无人侦察机残骸 向世人揭开了美军当时 侵犯中国领空和非法侦察中国的阴谋 最初中国空军并不知道 这种类型的侦察机是什么 他们只是觉得这种飞机身形 比普通歼机小 而且在飞行的时候会发出一种凄厉的怪叫 当时美国拥有多种这样的无人侦察机 它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就是没有自保和攻击的能力 但是飞行速度快 再加上体积比较小 因而不易被炮弹击中 所以美国就频频利用这类无人侦察机 对我国内地重要的军事经济目标 进行侦察摄影 窃取情报资料 在1964年9月到11月的这段时间里 美国曾经派出火峰无人侦察机 连续四次入侵中国领空 由于中国空军当时对它的性能和活动特点 不太了解 虽然多次出动歼机机进行拦截 但是都未能将它击落 直到11月15号这一天 中国空军第一师飞行员徐开通 驾驶着歼6歼机机 在海口东南方的上空 进行拦截无人侦察机的任务 当时它在距离无人机300米处的时候 果断瞄准无人侦察机的机腹位置 从230米的高空一直达到了140米 最终炮弹直穿无人侦察机的发动机 这也是火峰无人侦察机首次命丧他乡 此后中国空军共击落 美国无人侦察机高达20架 面对这种情况 美国不得不停止使用无人侦察机 对中国来进行军事侦察 中国空军取得这一系列的空中战机 可以说和一支部队的秘密组件 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到底是哪支部队 这支部队又是如何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董老师 为我们一一讲解 1953年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台湾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 叫嚣着要反攻大陆 他们时不时的派飞机 来骚扰我们的领空 尽管当时我们中国政府啊 对这种这个侵犯大陆领空的行为 提出过多次严重警告 美奖当局根本置若罔文 人家根本不拿你这些抗议当回事 依然不停地派飞机来这个大陆骚扰 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呢 就把一份关于这样的有关情况的一份报告 批给了国防部长彭德怀 而且要求啊 督促我们的空军全力以赴 务必歼灭入侵之地 当时恰恰有一种新式的放空武器 已经出现了 那就是当时的地空导弹 但是啊 这个地空导弹呢 对我们中国刚刚起步的军事工业来说 那还是一个很难以期计的一种武器装备 我们做不出那个东西来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的中央啊 或中央军委就这个向苏联提出了 请求他们给我们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要求请求 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是赫鲁晓夫了 他呢 不大情愿的把这个东西给我们 但是呢 这个国际形势啊 在瞬息万变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 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 他们的这个对抗越来越加剧 后来他就同意对我们在这个方面进行援助 所以在这个57年的10月份的时候啊 中央两国就在莫斯科签了一个协议 苏联呢 向中国提供地空导弹这方面的援助 主要就是SAM-2型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现在也还在说的萨姆二型方空导弹 同时呢 他们还要派出专家组 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组建 这个培训我们的底空导弹部队 到1958年的下半年 我国第一支这个底空导弹部队啊 开始组建 那个时候空军呢 是从各个部队挑选了又挑选 我们的这些冠兵们啊 那真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挑来的 就在这个195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 他们这个组成了第一支底空导弹部队 当时在南口搞了一个成立大会 那个时候呢 这个空军司令刘亚楼啊 他是我们开国上将的 他在那个会上 对着我们这个新组建的部队宣布 我们中国空军的地空导弹第一营正式成立了 他说同志们啊 我们可是审查了你们的祖宗三代以后 才把你们一个一个挑到这里来的呀 这个我们把这么尖端的武器交给了你们 你们这个责任太重了 说同志们你们知道吧 你们要尽快把人家这种这个尖端的技术学过来 还是要绝对保密 我要求你们对你们的父母 老婆孩子谁都不能说 也是为了保密 国防科工伟统一规定了这个地空导弹兵的代号 他那个代号呢 现在听来也挺有意思 叫吴四三 因此呢 这个地空导弹部队也就通称为吴四三部队 对外呢 却没有这么说 因为这个部队呢 当时是以什么搭警队勘探队的名义存在的 后来又相继组建了 一共是五个地空导弹营 那么1959年的10月 也是我们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了 十周年要搞一个特别隆重的重大的庆典活动 当时中央军委决定 就要用这个刚刚逐渐不久的这个地空导弹部队 担负当时十年大庆的放空作战任务 在七月份的时候 总裁谋部就批准了北京国庆十周年 大典的这个高空放空任务的五个地空导弹营 他们这个怎么部署的这样一个报告 当时这几个兄弟营互相献结 担负当时在天安门半径八十公里的放空作战圈 这张图就是这个作战圈的那种示意图 1959年的10月7号 就是离我们开不大点 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在台湾的桃源机场 起飞了一架阿尔比57D的侦察飞机 这个飞机起飞以后 直接向了北飞来 已知飞到了北京通州这个地方 到了通州上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地空导弹第二营 发现了这个飞机 随着指挥所的命令 那么这架地机就被我们这个地空导弹营锁定了 当时这个二营的营长就是 后来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英雄营长 这个岳正华 他命令我们的导弹接舰准备 在第一人飞机距离我们阵地 只有28公里的地方 这个时候他果断的下命令 开炮 这一架美制的飞机啊 就瞬间被我们击落了 这是我们这个地空导弹第二营啊 刚刚接受了这个新的装备 只有四个月的情况下 就把这架阿尔比57D的这个侦察机给打下来了 这在世界的防空室上 他创造了第一次用地空导弹 击落侦察机的这样一个记录 当时啊 我们的那些媒体人民日报啦 相继报道了这件事情 可以说振奋我们的精神 振奋我们的士气 当时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一大批人都跑到通线那个地方 去看这个飞机残骸 在那个现场 岳正华同志呢 向他们介绍了 我们这次作战的这样一个经过 我们国防部专门的统领嘉奖 给他们荣立了集体二等功 并且在刚刚简称不久的北京政协礼堂 举行了庆祝大会 这一次这个阿尔比57侦察机的这个 被我们打下来以后 美国和台湾的这个侦察机啊 有相当一段时间 他不敢再到我们这里来了 但是啊 说实在的 这一段时间是相对的稳定 很快 那么美国的这个中央情报局 就通过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渠道 发现我们正在搞 有关的导弹的试验场 还有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就想通过高空侦察机啊 到这里来刺探 我们这个方面的情报 这个时候他们就启用了 U2型高空侦察机 那么这个U2型高空侦察机 它有什么样的性能和特点 就请我们的主持人 王岩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 董老师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U2高空侦察机 我们首先把它拿到演播室里来 那么作为美国当年进行 侦察任务的主力飞机啊 它也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侦察机 我们从外形上啊 就能够看出 U2就突出了一个狭长的特点 它的机身和机翼呢 是又窄又长的 机身采用了一体化的设计 整体是流线型的 飞机的长度呢 是19.2米 但是它的宽度 却达到了31.39米 为了可以飞得又快又高 U2侦察机的机身 采用了在当时 非常昂贵的钛合金材料 这就使得十几米的飞机 它的重量却只有7吨 也就是和三台越野车 差不多重了 而在侦察这个本职工作上面呢 我们看U2在机腹装有8部照相机 而且储备有大量的胶卷 所以可以是在9个小时的时间里 连续不断地来进行拍摄的 作为高空侦察机 理论上 那么它是可以飞到2万米以上的高空 清楚拍摄到地面的设备 但实际上这些并不实用 因为在2万米的高度 气温过低 很容易使相机有结冰的现象 导致无法正常的使用 但是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 很长时间以来 它都被美国作为主要的侦察工具 而U2也利用其他飞机难以到达的 飞行高度肆无忌惮地 对其他国家进行高空侦察 冷战期间 U2深入苏联侦察总计24次 但是只有一架被击落 那是在1960年的5月1号 U2侦察机首次在苏联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被击落 并公布于世 苏联人调侃地称 这是共和党送给他们的五一节礼物 其实早在1958年 U2飞机就入侵过我们中国的领空 但是面对之前中国发出的强烈谴责 美国决定这次侦察 不再由他们自己的飞行员 来驾驶优尔飞机 那其一是担心世界舆论对他们不利 那其二也是担心飞行员送命 虽然飞机性能好 但是远程侦察毕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美国的飞行员都不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面对再次展开的侦察任务 美国事先挑好了帮手 他们看中了台湾 认为如果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驾驶着U2深入大陆 就不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入侵问题 而且还不会殃及美国飞行员的生命 在1958年 美国把U2侦察机和相关人员 运到台湾以后 成立了台湾空军第35中队 并对外声称这是空军的气象侦察组 那其实这个35中队 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猫中队 这个名字的由来起源于他们的队灰 是一只黑色的猫 这在当时其实也是有着寓意的 一对精亮的眼睛象征高空摄影机 而猫又是昼夜出没的动物 预示着U2侦察机能够全天候 进入别人的天空实施窥视 1961年4月 黑猫中队开始执行 宁为打开天窗的侦察大陆任务 每次任务由美国直接下达 就连侦察的目标 航线和飞行高度 都已经事先指定好了 在黑猫中队历经了八个月的沿海打转后 他们侦察到大陆一些重要工业设施 军事部署等情报 并且开始执行全程监控 中国核弹和远程导弹武器 发展过程的秘密任务 1962年的1月13日 这个黑猫中队的少校飞行员 陈怀生奉命首航我们的西北 在出发之前 美国人垮下那海口 说你就放心飞吧 说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因为共产党他根本动不了你一根毫毛 所以在当天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当中 这个陈怀生驾驶这个幽二飞机 飞到了我们的沙漠深处的导弹实验基地 那么1961年到1962年之间 这个黑猫中队活动非常频繁 仅62年的上半年 这个幽二高空侦察机 就11次侵入大陆的领空 可以说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 而要守卫我们这个广袤的领空的话 仅靠我们当时仅有的这么几个导弹营 远远是不够的 面对这个到处飞窜的幽二型侦察机 空军首长和机关 还有我们地空导弹部队都非常着急 他们认真研究了新的作战方案 他们最后决定改变原来这种 国土方空的守株待兔的这样一种打法 把导弹从北京拉出去 进行机动射服 我们叫导弹优击站 其中二营接到命令 秘密进入了江西南昌 叫向唐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预设阵地 但是啊 幽二型侦察机啊 在这之后啊 好长时间没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空军机关 包括刘亚洛司令员 成军副司令员啊 他们呢就设计了一个 引射出动的这样一个战术 他们命令我们的一个空军大队 这个轰炸机群 从南京起飞 一直飞到这个向唐机场 就是南唐的向唐机场 第二天呢 又有一架大型的轰炸机 从南京呢飞过江西 这么做呢 实际上是一个幌子 就是要让台湾那个方向的 感觉到我们航空兵 是不是要有大的新的行动 那么果然 这个台湾的空军呢 就已经发现 这是大陆空军是不是在进行调动 所以到9月9号的时候 他们的另外一架 幽二星侦察机进入了大陆领空 支飞降息境内 这个时候我们的空军指挥所 正在调动我们的地区 到南部队 对这次来的地机 要抓住这个试机 把这个飞机打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幽二飞机啊 飞到南昌 还有大概不到100公里 这个二人这时候打开了这个制导雷达 当机就锁定了目标 正式准备进行开火的这个时候 这个幽二飞机突然拐了个弯 向着那个波央湖那个方向飞走了 而且也飞越远 这个时候 岳正华有一个判断 他认为这个飞机在这个地方 一定是虚晃一枪 他一定还会回头 果然这架幽二性飞机又出现了 那么岳正华当时憋着一口气 已知飞到距离我们的导弹阵地 只有38公里的时候 他果断的下达了发射的命令 散发这个导弹啊 同时紧紧咬住了这架幽二飞机 在片刻之前 导弹就已经把这架飞机击中 整个阵地上可以说是一片欢腾 这架幽二飞机的残骸啊 就落在了南昌东南 18公里的那个 一个叫罗甲级的地方 飞行员呢 虽然跳伞了 但是被我们的这个炮火给击中了 那么作为当时黑帽中队的 第一批完训的五个成员之一 这个人呢 是深得这个蒋氏父子啊 他器中的一个人 这是中国击落的第一架 游弱性飞机 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 导弹打下来的这个幽二飞机 击落这个幽二飞机的消息啊 马上传到中南海 毛主席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说这支部队在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见他们 结果不久 就在中南海的这个会口厅 毛主席啊 接验了他们这个二营的营长 岳正华 这个他握着这个岳正华的手 反复地说 岳正华同志打得好啊 打得好啊 我也非常喜欢你这个名字 岳正华嘛 毛泽东啊 曾经在几空导弹部队组建以后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这也是借鉴当时 苏联对他们这个航空员的一种奖励形式 就说只要打下一架第一 那么就给他加一个豆 也要说加一个星 于是呢 这个岳正华指挥部队 击落这个阿尔比五七D的时候 他由少校就加了一个星 成为了中校 在打落第一架幽二飞机的时候 他又由中校一下晋升为上校 之后啊 打下第二架幽二飞机的时候 由于上校晋升成大校了 那么这个营长还是营长 但是他是我们军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带大校军衔的营长 击落这幽二飞机以后 9月15号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 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一个盛大机会 庆祝击落幽二性侦察机 这个事情啊 不仅是在中国有着这么大的影响 整个在世界上 在军事史上 都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事情 当时有些外国记者啊 这个以致想总清 中国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打下的这个幽二飞机的 其实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这个五四三部队啊 也没有任何人 有过任何方面的反应 所以呢 这个西方记者啊 是反反复复的 想搞清楚 到底我们是怎么打下来的 当时啊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 就是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长 在这个 接受西方记者提问的时候 他们就问 你们是怎么打下来 这个幽二飞机的 外交部长 陈毅元帅 用手指指天空 十分幽默的笑笑 说 我们是用猪肝 把它捅下来的 这些外国记者啊 应该说是穷追不舍 终于有一次 碰到我们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当他们问到 是用什么东西 把幽二型飞机打下来的时候 周恩来当时也很风趣地 告诉他们说 这个幽二飞机啊 飞得再高 也没有我们中国人民的志气高 非要问我是用什么秘密武器 打下来的 那么我就告诉你 是我们七亿中国人民 用拳头把它打下来的 幽二高空侦察机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 成为当时世界舆论的热门话题 解放军空军也创造了 用防空导弹击落飞机的世界先例 当号称世界最强的侦察机被击落 也让中国防空导弹部队彻底打出了名气 即使在今天啊 能够依靠地面或空中的防空力量 完全有能力封杀 幽二侦察机的国家也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是击落幽二侦察机最多的国家 从幽二侦察机诞生以来 在全世界一共被击落七架 其中有五架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的军情时间到 再见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